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酒井法子 是我 我人在涉谷 现在正在被警察审讯 他们怎么也不帮我走 怎么办 挂断电话之后 酒井法子慌乱地将儿子 摆脱给朋友照顾之后 喊忙打车奔向涉谷区 为什么酒井法子会如此紧张 电话那头的男人呢 因为给他打电话的男人 正是他的丈夫高相右依 丈夫被警察审讯的原因 酒井法子隐约猜到了几分 因为那是他们夫妻必须死守的秘密 只不过酒井法子不会想到 这一去变成了他人生巨变的开始 抵达涉谷区之后 酒井法子胆战心惊地 走到丈夫高相右依身边 此时丈夫小声地在他耳边 说了一句对不起 因为他的兜里藏了唇药 不好意思拿出来 丈夫的道歉 让酒井法子的心跌到了谷底 他几乎可以肯定 丈夫的身上 携带着那些不能剪光的东西 为了秘密不被暴露 酒井法子试图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 和警方靠近屋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 他是否可以先带丈夫离开 可是警察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 放过行迹可疑的高相右依呢 尽管高相右依百般抵赖 酒井法子不断求情 但一切已于事无补 在僵持了近两个小时之后 警方还是强行 从高相右依的裤子口袋里 搜出了兴奋剂 看到这一幕之后 刚才还在苦苦哀求的酒井法子 立刻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他拒绝亲自送丈夫去警局 并以要去朋友家接孩子为由 迅速离开了现场 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去接孩子 他匆忙赶回家中 随手装了一些行李之后 便乘车离开 由此 震惊日本乃至亚洲娱乐圈的 酒井法子逃亡事件 正式拉开序幕 为什么酒井法子逃亡事件 会引起整个亚洲娱乐圈的轰动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酒井法子的成名之路中 找到答案 不幸的童年 以及亲情的缺失 1971年2月14日 酒井法子出生在日本福岗县 出生后不久 他的父母便离婚了 因为酒井法子的父亲 混迹黑道组织 进出监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所以年幼的酒井法子 被寄养到了父亲老家的一座寺庙里 几年后 他又被送到了姑姑家生活 他就像个啤酒一样 被踢来踢去 在惶惶不安中 等待旁人施舍的一点恋爱 直到七岁那年 酒井法子才回到了生父身边 此时 他有了第一任继母 可是 严厉的继母让他受尽了冷落 他慢慢发现 只要他不吵着要吃糖 要可爱的养娃娃 继母就会夸奖她 是听话的乖孩子 所以从那时开始 酒井法子就学会了 看继母的眼色形式 五年级时 酒井法子再次被寄养到姑姑家 一年后 父亲又将她接到身边 这时 酒井法子有了第二位继母 而这位继母 不仅给了酒井法子全身心的爱 而让少年时代的酒井法子 久违地感受到了家人的呵护 两少成名等来的 却是苦不堪严的婚姻 到了1985年 14岁的酒井法子 参加日本美发少女形象大赛 由此被唱片公司发现 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和包装之后 1987年 16岁的酒井法子正式出道 她那灿烂的微笑 甜美的嗓音和可爱的形象 使她迅速成为了日本的当红少女偶像 之后 唱而又责演的酒井法子 因为电视剧《同一屋檐下》 和《星之金碧》在亚洲各国 也拥有了极高的人气和知名度 事业进入全盛期之后 1993年 22岁的酒井法子 与日剧《第一百零一次求婚》的编剧 野岛神思 恋情被媒体曝光 此时人们才意识到 曾经的青春美少女已经长大了 可就在外界都以为酒井法子 和野岛神思的恋情会走向婚姻时 1997年 交往四年的酒井法子 和野岛神思 却意外地宣布分手了 失恋之后 心情低落的酒井法子 经常去海边散步 朋友便给她介绍了一个 玩滑版的教练 这个男人就是酒井法子 日后的丈夫 高相右依 可他们玩着玩着 就从教练与学生 变成了恋人的关系 这种婚事 外界从一开始就不看好 姑且不论 粉丝舍不得酒井法子 结婚下人 就是高相右依的家庭 以及她的花心属性 粉丝们就不愿意看到 酒井法子 嫁给这个条件一般的男人 果然 婚后高相右依的真实面目 完全暴露 她不仅不工作养家 而且在女人问题上 麻烦不断 结婚不到两年 外界媒体就报道过 酒井法子和丈夫婚变的传闻 可不愿意让儿子 在单听家庭长大的 酒井法子 一直想方设法地 维系着自己和丈夫的关系 只是她维系婚姻的方法 却让她就此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因此也就有了上文提到的 酒井法子丈夫被警察发现 以及酒井法子逃亡事件的发生 酒井法子逃亡事件起因 在酒井法子逃亡之后 日本媒体发现了一名 头虎四尽的女性 而这名女性长相和身材 都酷似酒井法子 一时之间舆论沸腾 不少人都认为 酒井法子是因为 丈夫吸毒被捕之后 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而选择了轻生 就在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 日本警方出面证实 那名女性不是酒井法子 既然酒井法子没有轻生 那么她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丈夫吸毒 她为什么要消失不见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 酒井法子和丈夫高相右衣一样 她也是一名瘾君子 她害怕丈夫说出一切 第二是 作为家属 酒井法子很可能会被要求 进行检查 而在丈夫出事的前两天 她也吸食过毒品 一旦被人发现 后果不敢想象 就在酒井法子去向沉迷的时候 警方在酒井法子的家中 发现了酒井法子吸毒的证据 在铁证如山面前 日本警方决定正式逮捕酒井法子 于是酒井法子 开始了漫长的六天逃亡过程 后来已经逃亡了三天的酒井法子 内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终于忍不住 哭了出来 她不停地和继母说道 我不想活了 就让我这样消失吧 看着一心寻死的女儿 继母只能回答她 你要是死了 你的儿子怎么办 这句话正戳中了酒井法子 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为了年幼的儿子 她不敢再有寻死的想法 继母见她情绪慢慢稳定之后 还是开口问了一个 酒井法子一直逃避的问题 而此时的酒井法子也知道 她已经隐瞒不下去了 她必须告诉继母她逃亡的真相 在酒井法子日后发表的自传《赎罪》中 她用文字真实地还原了 她向继母坦白的过程 接下来的两天 酒井法子在继续逃亡 还是就此认错中不停地犹豫 终于在逃亡的第六天 酒井法子在继母和律师的陪同之下 选择了去警局自首 根据酒井法子本人透露 她之所以吸毒 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挽回 她濒临破碎的婚姻 最开始是因为丈夫的劝诱 她是离我最近的人 也是我最信爱的人 所以她的劝诱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和丈夫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而我们却找不到修补的办法 我甚至偷偷查看过她的手机 看她有没有外遇 我们反反复复地吵架之后又迅速和好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家庭 我不想就这么结束 不管怎样 我也想把她继续维系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毒品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当时真的是很愚蠢的想法 我和她一起吸的话 我们两个人就有了共同的秘密 由此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紧密 有所羁绊 从酒井法子的话语中 我们不难看出 她吸毒的确与丈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她一时的愚蠢念头 不仅没有挽回岌岌可危的婚姻 而且还毁了自己的人生 被警察审问了一个多月之后 2009年9月17日 酒井法子缴纳了500万日元的保证金后 才得以走出警署的大门 离开警局的酒井法子 还没来得及回家 就被经纪公司 安排去了公开道歉会的现场 在道歉会上 一身黑衣的酒井法子 气不成声地检讨 自己 这次我做了一个人不应该做的事情 给社会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很后悔自己的罪行 我知道我这次犯下的错误 不可能获得大家的原谅 我会以重生的心态努力生活 再也不会做出背叛大家的事情了 两个月之后 酒井法子因为吸毒 被处以一个年六个月的监禁 缓行三年 宣判结束后不久 酒井法子与丈夫高相优异 也办理了离婚手续 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主持人问道 酒井法子如何看待复习的可能性 酒井法子很肯定地回答 我也知道复习率相当高 这可能是无法控制的事情 但我相信自己不会再犯错 因为这件事情 我在一瞬间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我发誓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酒井法子的生活 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瓶颈 首先 他代言的广告品牌 纷纷弃他而去 而且还向他索要了巨额赔偿金 其次酒井法子的圈内好友 也都公开表态和他断绝关系 最后 日本的主流电视台 全部将酒井法子拒之门来 为了偿还债务 酒井法子只能到担子房中走穴赚钱 日本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 都不会去担子房表演的 后来 他还迫于经济压力 拍摄了大尺度电影 电影一出令人炸舌 酒井法子的清纯形象 也就此一去不复返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酒井法子成为了日本民众 挑选的最讨厌看到的女艺人 在日本混不下去之后 酒井法子开始转场到台湾 香港等地唱歌捞机 一大天后沦落至此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回顾酒井法子的前半生 不幸的童年 为他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糟糕的婚姻 又让他跳下了万丈深渊 他曾有机会改写命运 可他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又让自己的人生 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他能够得到更多一点的爱 或许他的生活 又会是另外一番光景 从一代天后到被人唾弃 从暴虹到吸毒 酒井法子的前半生 有过辉煌 也有过落寞 如今50岁的他 终究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过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咖咖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